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今天是大年初四晚 我們請來的嘉賓 大師, 你也很認識的 我也認識 很熟悉 什麼很熟悉? 姓姜姜 姜大衛 John 還有他的兒子, 姜卓文 他兒子也來的 Bob, 你知道他兒子很出名 叫觀音宋子 是觀音宋來的兒子 我當然知道, 所以請他出來 有請 恭喜發財… 很棒, 很棒 太棒了 嘉賓姐, 你好, 幫忙 大師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阿伯, 你好 你好, 阿伯, 你好 你們請坐… 今天大師特別為你們倆 設計了一個開運菜 是嗎? John, 我知道你介紹的兒子 讓我認識你, 第一次見他 特別設計的菜是當紅當旺的 陳國強師傅在準備, 不如這樣 陳師傅,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嗎 好, 幾個充滿油水的荷蓮菜 有當紅炸子雞, 紅蘊魚豬 還有大紅帶子的咕嚕肉 還有法財好事 希望為大家多多點油水 好… 好吃… 好吃 其實吃還吃, 我也想問 我們很久沒見 是… 我想問我還有什麼可以拌勻 不是, 真是喜歡, 經常開玩笑 我認識你這麼久 其實我沒抓過你的小手 今天要抓你的小手 好, 因為想問運 是 我教你看看一件事 看那個什麼呢? 就是無名寺 是 無名寺 是 下面這個位置就叫太陽幽 太陽幽上一束花, 富貴又榮華 看吧, 馬上看 左手, 男生左手 女生右手一根 看見男士這種手是好的 Bob, 你有嗎? 幸好有… 幸好… 幸好, 我跟你看過, 像一束 其實這條是成功線撐出來的 所以這束花很重要 看看兒子的手有沒有 實在沒有 有, 但因為那種很輕 因為他很年輕 大家看, 有沒有發現 他在頭殼上有一個美人章嗎? 有 是的… 這個原來叫金雞鳥名堂 名堂就是指這裡 凡有美人章的人 一定是31歲之後才行運 好 你看今年幾歲? 年五 對, 他還要等多六年 所以還要等多六年 不要說 年輕人, 你要記住 不要這麼早行運 早行運的話 他的中馬年不夠, 你明白嗎? 他肯定, 你看他的鼻子漂亮 他不得了 怎樣? 所以他的鼻子是41歲 所以他41歲之後 一直到尾都無敵 其實我想問問細裝 爸爸也厲害, 叔叔也厲害 白褲也厲害, 我也厲害 我想問你出生年齊世家 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我現在學習如何把這些壓力 變成推動力 對, 自己要做好一點 珍惜多一點自己 之前有沒有人可能因為你是姜夏衛的兒子 可能給你更好的機會 甚至可能不是, 可能會對你比較差 有什麼待遇? 機會是有的 但很多時候可能對我的期望會很高 我有時…因為我也是新人 剛剛入行, 經驗不多 如果做得不夠好 可能我會害怕令人失望 但還是盡力去做好自己 去裝備自己, 準備好 有機會就要去做好他 對, 沒錯 John哥, 你覺得兒子的兒子做成怎樣 我覺得他對 因為我不希望別人覺得他是姜達衛的兒子 因為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你做姜達衛的兒子, 別人會有一個比較 你是姜達衛的兒子, 誰能夠他做 一定會有 剛才我只是四歲演戲嘛 所以我希望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努力去任這一行 師傅, 我們肚子餓老爺現在怎樣 起菜 好… 太好了 香噴噴 這是特別設計的咕嚕肉 大家慢用 對… 師傅, 你說特別設計咕嚕肉 又加上菠蘿, 什麼原因呢 咕嚕肉, 因為咕嚕原來是梵文 印度話, 咕嚕 咕嚕原來代表貴人和師傅 即是師傅的意思 所以咕嚕肉的意思就是貴人之肉 是不是很意頭 很意頭 你有沒有發現裡面有菠蘿 因為菠蘿叫來往 因為來往即是多地方 所以我們想多點東西混合, 吃多點咕嚕肉 當然貴人 當然貴人 多了 如果大家都吃這麼多菠蘿的話 我們今年的電影界有否可以像菠蘿 John, 因為你想來往 但我告訴你, 以八字來講 一定要有火的年才電影圈旺 來今年的新丑年 是散熱的, 所以這一年還未成功 今年繼續是籌備醞養當中 是的, 佔得到2022年的二月份 電影圈和整個娛樂圈就會輕盛 師傅, 我也想問 因為我喜歡音樂和演戲 其實我會向哪個方向發展 其實John, 你知道你屬豬, 他屬豬 你倆有一個共通點 因為你生於夏天, 他也生於夏天 什麼叫生於夏天呢 即西曆五月五日到八月七日 這段時間叫夏天 所有人, 這幾個月出生的人 有很多火 兒子本身走一個微月 他跟火也有緣 但原來他要走金水 原來金水代表什麼? 金是代表唱歌, 音樂 水原來只代表股票, 金融 所以未來他除了做電影圈之後 其實他可以做金融、唱片 但原來你那顆影視圈有個秘密 原來是生在他的年份 也就是說原來他做古裝戲 才容易入電影圈和容易成名 我們女人大腰是對的 男生大腰是否對的 嘉營姐, 你要知道 由於它很熱, 所以要金水 原來耳朵是熟水 當你打一個洞 放進去, 帶了耳環就是金 那就是金生水 由於它太熱 他們打耳朵特別好運 這樣嗎? 因為有金水 如果我戴呢? 你… 戴不戴 其實你也可以 不過Jun今天眼鏡戴錯了 因為火多 不能戴代帽形的眼鏡 代帽就是龜殼 有熟火 所以他會戴金絲銀絲 像我這些就對了 我以為戴這副比較英俊 英俊當然英俊 所以可能你最近有很多宜蘭 我覺得你最近好像想買樓 是嗎? 你又知道 火多了, 火生肚子 最近一定有很多樓的問題 導演, 你的樓有什麼問題? 想…這裡也想… 那間也好, 這間也好 你不是想多做一間屋就多做一間 不是, 想選擇 想選擇 這邊又有一間, 這邊又有一間 我只可以不斷供一間 好, John 既然你今天問這個問題 那邊有張麻雀桌 我用麻雀來搭你 來幫你算命 到底你買屋要買哪間 大師 是 這些麻雀是怎樣玩的? 麻雀有名叫邪 麻雀是裡面有個原妙的 你會否發現麻雀有很多原妙 很邪 沒錯 所以用來算命是特別靈驗的 在麻雀中挑選六隻牌 包括紅鐘、法材、法版、一銅、西 以及代表春天的花 用手摸著六隻牌, 想著問題 然後抽出一隻牌 就能夠占卜吉凶了 現在先問John想問什麼 想…不如剛才說 我想買屋 買屋, 你有兩間屋選擇 選擇 首先一、六隻牌 洗一洗 好, 現在轉三圈 一路轉三圈, 腦子裡閉上眼 想想你的兩間屋 左一間A, 右一間B 你想一想 這樣吧 如果說完地址就最好 大約的地址 你心裡就黏了 有一間, 想黏著女兒 和女兒小的那邊, 在大坡 有一間屋, 想方便兒子 在沙田這邊 先買哪間屋 先買哪間屋 現在差不多了 你的磁場已經入了這六隻牌 好 這是大埔 大埔 大埔 沙田 沙田 好 這個拿開了 沙田 等一下… 小章很想沙田 大埔先開 是 出來了 小章 中… 紅中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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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隻是一桶 就比這個更好 好 你看那隻 對, 來 很緊張… 這隻 是嗎 真的嗎 等一下… 爸爸來的 對不起… 你怎麼看這樣 對不起… 對不起… 買大褲的那間 這間是買給你的 這間… 很厲害… 很厲害… 阿滴 大師傅, 我想問 我們用這個方法 又好玩得來, 又有趣 但是帶六隻麻雀出外 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可以用這套 就是六隻麻雀 已經全部設計好 很漂亮 還有這個字 直接提起你的字是甚麼意思 索性這六個牌 直接放在袋上就行了 今天真的很感謝你 是 也很感謝John哥 今天是大年初四 是 再大吉日 沒錯 不如我們再跟觀眾拜個年, 好嗎 好… 祝大家 萬事如意, 當紅當愛 下集體育園宴開運王 太好了…